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检查了移动平均线的结合 我们看到一个有更短时间周期的MA 比同种类型有更长时间周期的MA 变化更快 我们知道移动平均线的相互关联 可以作为趋势指标 如果更快的线在更慢的线上 是一个上升趋势 如果在更慢的线下 是一个下降趋势 但是如果趋势形成反转 或进入一个交易范围的时候 我们又该如何呢 为标示出趋势区域 并把它们从反转点区分开来 我们使用基于两个移动平均线差异的一个指标 OSC等于MAN1减去MAN2 它被称为价格震荡量指标 这里MAN1是较快的移动平均线 MAN2是较慢的一条 显而易见 N1是小于N2的 这里指示的形状 在移动平均线交叉的地方 价格震荡量指标的数值为0 如果较快平均线高于较慢平均线 价格震荡量指标又高于0的一个数值 如果较快平均线低于较慢平均线 那么价格震荡量指标小于0 让我们找出指标曲线上升并大于0的区域 以及下降并小于0的区域 将它们用阴影来表示 我们可以自信地宣称 在这些区域中 有一个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 那么在没有用阴影进行标志的区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不知道 趋势在这些区域要么转换了 要么暂停了 换句话说 我们所确切知道的是 原来的区域消失了 至于消失了多长时间并不重要 我们仅需要知道原来的趋势消失了 注意我们没有说要使用移动平均线的类型 它们应该是简单或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 你自己可以进行选择 因此我们仅把它作为MA 现在我们将讨论合适的时间周期和选择 N1和N2 让我们来先看几个例子吧 这是日圆的一张日线图 N1和N2的值已经选好了 它们是较快的平均线7 以及较慢的平均线65 但这是为什么呢 65是65个交易日 三个月一个季度一个自然循环 七大约是65的10% 并且是根据经验选择的 在绿色表示的区域中所能得到的收益 是利用价格震荡量指标 基于收盘价格而计算出的 第一眼看上去是非常诱人的 但是请看这些红色的区域 这里将没有任何赚钱的机会 并且你可能遭受到损失 为应付该问题 交易员同时使用了系列其他指标 RAVI, MACD, RSI 我们将很快对它们进行介绍 请看一眼当前在你们面前的 欧元小时图 现在价格震荡指标的时间周期 是12和72 72小时是三天 12是12小时或是半天 尽管这些数字是根据经验选择的 但较慢的移动平均线 是一个自然周期 请您再看一次图中的阴影部分 这些区域中最坏情况下 我们不能获得利润 而在最好情况下 我们将赚钱 收益率与时间周期的长短相对应 时间周期越短 则可能的收益总额越小 请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Tusara Chander 有着不同的头衔 比如科学家 发明家 以及受人尊重的交易系统开发者 决定开发价格震荡指标的潜力 并将其开发成为一个 更为可靠的趋势指标 他最后开发了Range 也就是趋势横盘分别指标 当然这看起来 与价格震荡指标很像 可是实际上 它们之间是存在着 相当大的差别的 对于日线图 Rave有以下的表现形式 7日移动平均数 与65日移动平均数的差 然后除以65日的移动平均数 然后乘以100% 好的 首先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 是与价格震荡指标不同 它是用百分比来计算 而不是小数点 另一个不同的是 Chander建议为它的指标 使用信号线 在Furic市场上 它们是在加减0.3%到1%的水平绘制的 当Rave曲线高于上边信号线 且上升时 我们有一个上升趋势的形式 相反的 在Rave曲线低于下边信号线 且下降的时候 是一个熊市 这里就是这些区域 与价格震荡指标 进一步的一个差别 是Rave在两条信号线之间 有一个区域 这是交易范围区 如果Rave曲线没有离开此正1%和负1%之间的区域 那么我们把市场看作是没有趋势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 注意我们选择了65天的MA 以及7天的MA 65天及三个月或一季度 是慢线的自然周期 而快线的周期为7天 即大约为65的10% 这是日线图上Rave的例子 让我们看一眼Rave的实际效果 这是一张欧元日线图 我们已经决定将我们的信号线 设置在1%的水平上 如果我们基于Rave的趋势指标 来设计我们的交易系统 我们将在绿色区域内得到买进货币和退出货币的信号 同样在红色和白色区域 Rave提供了趋势反转 趋势减缓 或测向市场的信息 也就是说Rave指标不为这些间隔产生交易信号 好的 尽管如此 如果我们从2002年4月到2003年3月 仅使用Rave信号 我们将拥有什么呢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在给定期间内 我们仅需主要及长期趋势方向进行交易 并且我们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 命运眷顾勇气 但是勇气的根源是知识 当我们在交易中使用小时图 时间周期为12 72或24和120 120小时是五个交易日 也就是一周 72小时是三天 这是关键的自然周期 是交易日和交易周 这里是一个小时图上使用的Rave的例子 请看一眼欧元的小时图 我们选择的Rave参数是12和72 信号线在正0.3和负0.3水平上绘制的 区域A是一时别的一个交易范围 指标离开侧向市场 并在点1给出卖出信号 我们在点2得到退出市场的信号 并且进行平仓 那将为我们赢得90点 区域B是一个下降趋势阶段 在这里可以建立空投投寸并赚取利润 随后的区域CDEF 展示了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市场进入和退出点 在我的观点中 Rave的一个优势是它确定交易范围的能力 我们用红色进行了标志 那么如果你稍微改变一下Rave的时间参数后 你想会发生什么 让我们用同一张价格图 并将时间参数改到24和120 一天是24小时 一周是120小时 区域A没有任何变化 它是一个交易范围 是侧向市场 我们在同样的点1得到卖出信号 但是我们获得退出信号 却更加脱后 在点3 一个290点的收益 但是我们不要过度相信Rave 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安全的 在点4产生了一个错误的买进信号 以及止损订单被执行了 我们在这里学到了什么呢 好的 首先以及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错误付出代价 因此请设置好你的止损订单 其次我们不能依赖一个指标 我们应该使用一系列指标 并把这些指标与图形分析结合起来 到目前为止 所有我们所回顾的趋势指标的计算 都是简单的并且相当直观的 但是也有更为复杂的指标 这里是一个动向体系 它更为人所知的名字是ADX 这就是这个系统 它只有一个时间周期参数 该参数值应该在10到20周期之间 更精确地说应该是14到17周期之间 做一些实验 然后找出最合适的一个 指标由三条曲线组成 所有这三条曲线都是在同一个0到100的范围内测量的 主要的曲线是ADX 如果它是上升的 则意味着市场上有一个趋势 如果它是下降的 则是当前趋势已经结束 但是ADX不能告诉我们趋势是上升的还是下降的 这是其他两条曲线的用途 红线称为正DI 以及绿线被称为负DI 如果正DI在负DI之上 并且ADX是上升的 那么我们得到了一个上升趋势 如果负DI在正DI之上 以及ADX是上升的 那么趋势是下降的 如果正DI在负DI之上 并且ADX是下降的 或者负DI在正DI之上 并且ADX是下降的 意味着趋势减缓 停止或者反转 该指标有一个特性 诸位必须要清楚 ADX即使在一个强势趋势的开头 都将继续下降 这是由于ADX的绘制方法造成的 请看 正DI在负DI之上 它是下降的 价格也在下降 相反的 负DI上升 以及ADX下降 看 ADX将继续下降 直到负DI从下向上 越过正DI 现在ADX也向上移动 并且下降趋势 在系统中根据标准方式 进行了记录 这可能使你付出代价 正DI和负DI在20到22处交叉 ADX确定微弱趋势和交易范围 ADX通过下降到20以下来发出这些信号 并且当它在正DI和负DI之下的时候 它会给出一个更为可靠的信号 动向体系在日线图和周线图上 能够很好的工作 但是在小时图上 效果却非常的长 下轻判 点赞